中俄外长这次会面是在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的推荐下,选在广西桂林举行。 22日当天,双方首先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 两国外长表示,国际社会都认为美方应反思近年来其所作所为, 给全球和平及发展带来的损害,停止单边霸凌行径,停止干涉他国内政,停止拉小圈子再搞集团对抗。 各国都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国际关系民主化, 接受并促进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双方还就伊核、阿富汗、缅甸等问题进行了沟通。 23日,拉夫罗夫在与王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将竭尽所能,保障两国金融和贸易关系安全,面受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威胁。 其中涉及贸易方式、相互结算,以及其他使我们更加强大的一切。 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总体上打算摆脱对由西方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的依赖。 外交部网站还在23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 声明说,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促使国际格局加速演变, 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失衡,经济发展进程遭受冲击, 全球性新威胁新挑战层出不穷,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搁置分歧,凝聚共识,加强协作, 维护世界和平与地缘战略稳定,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民主、合理的多极化国际秩序。 另外,今年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 拉夫罗夫来中国前夕接受了中国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 拉夫罗夫表示,俄中2001年7月 在莫斯科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具有历史性意义,双方已商定将条约延期, 两国还将共同举行庆祝活动。 这条约是历史上的, 它将写了政治、法律的基础 为建议我们的国家的新类关系, 关系全球的专业和专业的相关关系, 关系的关系,进入新时期。 在23日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2日在广西桂林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能否介绍相关情况, 会晤取得哪些成果, 中方如何评价此次拉夫罗夫外长访华, 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有何期待?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拉夫罗夫外长首次访华, 也是继去年9月, 王毅国务委员访俄后, 两国外长时隔半年再次举行面对面的会晤, 对今年中俄关系开好局起好部, 以及推动有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具有重要积极的意义, 中俄双方密切高效的战略沟通, 在疫情形势下依然风雨无阻, 这再次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俄作为世界大国 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胸怀和担当。